没多少东西了 就还差一个什么内容 大家来看啊 整个原理咱们是不是大概就说完了 其实就还差最后一个内容就是一个叫Selectors的一个模块 这是Python为我们封装好的一个关于这个Select 关于这个Aldor附用的一个模块 我们看我们怎么用它 你们今天作业主要就是用这个模块来做 OK就是这个 这个模块非常非常好用啊 用封装的非常好 咱们是第多少天了41天是吗 这41天吗 不管了这写41就41了 Selector 大家来看啊 这个模块这是这是这是应该是官方提供的一个一个例子啊 咱们来看一下 我们之前我问大家大家先不要看代码啊 我问大家咱们之前如果自己想实现一个Aldor附用的一个应用 你们现在能怎么做啊 首先Select,Po跟Epo这三个里边你们指挥什么啊 是不是就学了一个Select的啊 Select点Select监听监听文件描述符 然后咱们那个Socket就是一个文件描述符啊 监听文件描述符是不是有响应的 然后我们可以做一个接收然后再做后续的处理啊 这是咱们之前通过Select这个相当于我们底层的实现 OK吗 但是Po跟Epo你们现在是没有方法任何没有选择去调用啊 对 现在呢我们有一个叫Selectors的一个模块就是它OK吗 这个Selectors这个模块 它 帮我们封装了一些相应的操作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句话 Select 叫DefaultSelectors 这一句话是不是 它其实是给我们创建了一个Selectors 创建了一个对象OK吗 这个对象你拿到的是什么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简单看一下 这个DefaultSelectors DefaultSelectors DefaultSelectors 是它吧 是这个吧 不是它一个原版给放哪了 其实它一个DefaultSelectors 它就是帮我们做做一个什么事情啊 我说过咱们每一个操作系统 它提供的这个Selectors 提供的这个爱沃多罗附用的方式是不是还不一样啊 Windows有什么呀 Windows是不是只有一个Select啊 Windows只有一个Select 那Linux是不是全有啊 对这个Mac的那个应该是有一个Select 应该还有一个Po还是 那其实你现在通过这个模块下的这个方法 这个类你知道拿的是什么吗 拿的就是它会根据你的操作系统做一个判断 说你这里面有什么有什么我给你取一个 OK吧 你现在是不是Windows只有只有什么呀 只有Select 你只有Select 那这个时候它只能给你取一个Select 你也吧 它会自己给你选择一个最好的这个L做路附用的方式 OK吗 所以你们来想啊 现在我不管是SelectPo还是Epo 现在我通过这么一写 最后拿到的是不是一个直接可用的接口 就是这个SEL这个对象了 接下来是不是直接就调用就行了 你说它用它到底执行的是Select的PoEpo 我还需要管吗 我不需要了 我只是因为它是会根据操作系统 自己帮我做一个选择 能明白吗大家 所以这个非常好就体现 也体现在这 你拿到这个SEL之后 我们现在看有一个叫Accept的函数 对不对 是不是还有一个叫Read的函数 这两个函数我们都不用管 大家来看 紧接着我在这里干嘛呢 是不是创建Socket的对象了 你创建Socket的对象 然后这是干嘛 绑定监听设置什么呀 非阻塞对不对 这些我都不用说了 大家看 关于这句话 大家能认识吗 叫SEL.register 这是什么呀 register是不是注册的意思 这个注册就相当于干嘛 就是说你现在是不是有一个 这个Socket是不是就刚才 咱们创建的这个Socket的对象 对不对 这个Socket对象 你创建好之后 你得做一个注册 注册什么呀 就是说我现在要把这个Socket对象 跟谁做一个练 做一个绑定呢 跟你现在这个accept 跟他要做一个绑定 也就是说 但是你们听我说 这一个注册 它仅仅是一个注册 如果程序停在这 后边什么都没有的话 它什么都不会执行 OK吗 它就完成了一个相当于一个绑定的功能 在这里 也就是说你现在就是说 我的这个Socket 跟谁做了一个绑定了 这个就是我这个 这个文件描述 我跟谁做了一个绑定 跟这个accept做了一个绑定 明白吗 所以这个第二个 咱们先不用管 你就先看 这个跟他做了一个绑定 之后我们来看 进入这个死循环 这里就是 这里才是真正的监听 咱们之前监听一个文件描述 怎么监听 是不是selected 然后里面放三个参数 什么input output errorput 对不对 然后第一个input 是不是放我们的文件描述 现在它不是这样放了 我现在它所有操作都围绕着一个对象 进行展开的 这个对象是什么 什么 这个对象是哪一个对象 是不是就是这个sel 就是你创建的这一个select select一个核心对象 有了它所有的事情 都跟它绑定了去做 第一件事情 你注册的时候 是不是已经把这个select 这个accept跟它进行绑定了 也就是说 一旦这个东西 我现在能不能监听这个sock呢 就在这里 我调用这个select的时候 是不是进行监听啊 通过这个对象的这个select方法进行监听 那我监听对象里面有没有sock 有 有没有sock 你要没有这句话 肯定是没有 没有sock 对不对 它是空的 理解大家 理解吗 大家 但是你注册了一下 是不是相当于就把这个东西放到了你那个所谓的input里面去了 能明白吗 你放进去之后 如果它有活动了 咱们后边是不是还得自己写 然后去select 对不对 它这里直接绑定好了 你这里面只要有活动 直接去调用它的select方法 就是你上面写好的这个select方法 ok吗大家 好 所以这这只是注册啊大家听我说 真正监听是在这一步 这个监听过程中我们来继续看下边干嘛了 4k mask in event 这里会拿到两个什么 event肯定是一个什么呀 是不是一个可叠代对象 可叠代对象是不是拿出来两个分成了两个元素 一个k一个mask 这个里面是什么呀 这个时候听我说 你这个时候只是做了一个监听 对不对 做了监听一旦有变化了 是不是就开始往下走啊 往下走的过程中 你所有的内容都封装到这个event这个对象里面去了 那这个event对象到你们到底有什么呀 咱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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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印一下吧给大家 给你们打印一下 行 在哪 在哪打印的去 咱们看一下啊 这个给你们看一下这个什么啊 这个event 然后还看一个什么呀 还看一下 我再给你们下边也打印一下 这个东西看一眼你就知道这个模块是怎么用 带来看 我现在想让它运行起来是非常简单的 是不是执行就行了 它是不是走的 怎么这个端口这么小 8090是吧 然后运行起来是不是得有人来连接它呀 我还得写一个什么呀 我是不是还得写一个客户端 对不对 怎么了你们想到今天 来咱们应该在客户端写什么 创建socket对象直接进行个连接是不是就行了 对 socket点什么 socket对吧 然后呢 skey.connect对吧 里面写什么 远阻吧 127.0.0.1 然后呢 8090 是不是它呀 然后呢 就不写了是不是也行啊 是不是不写了也行啊 可以 好啊 不写了它是不是就连过去了 连过去了这是不是就应该有响应了 有响应是不是就打印它 然后再执行这一步啊 对 咱们想看的是这些对吧 嗯 全打印出来吧 那就好吧 这什么呀 叫key. 不是就callback吧 对吧 就叫callback 看这callback是什么东西 然后再加上还剩一个什么呀 是不是就没了 就看这些就行了啊 给你夹上 新运营谁啊 是不是把服务端开起来啊 好 我为了证明它开起来了 是不是应该在这里加上一个print server 开起来吧 是不是处于一个坚轻的状态了 它现在只是执行到这一步 对不对 现在什么时候是不是什么都还没执行呢 问大家 它已经注册好没有 注册好了 对不对 你这个sock别有动 你一有动 我是不是就对应 往下走啊 咱们看它是不是执行了 它是怎么执行的 我们来运我们来把这个connect给它连上去 连上去是不是就完事了 咱们来看这边 看啥啊你们 看啥啊 这里面是不是有个evens啊 首先我们来看evens是什么 是不是一个列表啊 是不是一个列表啊 这个列表里面放了什么东西了 是不是放了这个一个对象啊 是不是放了一个对象 放了一个对象 我这个还不好看 看这个吧 先看这个callback了 咱们等一下等一下 这了 这个evens它肯定是一个对象 一个selector一个对象 对不对 它这个对象咱们看 你拿这个监听完了之后 拿到这个evens对象里面有什么 我们先看 我的k呢 k在这了 是不是 k也是个对象 对不对 mask在哪里 mask是不是个1啊 好 这个都不用管 我现在就想让你们看callback了 大家看callback是什么 callback是什么呀 先看第一个callback啊 这是不是有callback啊 这个callback是什么呀 是不是一个函数啊 是哪一个函数告诉我 是不是accept啊 是accept吧 callback就是accept mask是不是它就是一个数字啊 对不对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mask它本身就是一个 类似一个 研码是一个整数应该是 这个东西对咱们现在没有意义 你就知道它有那么一个参数就行 对我们有意义的就是谁啊 callback OK吗 这个callback对我们有意义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callback 是不是accept啊 是不是accept啊 accept做什么事情我们先不用管 咱们接下来继续往下看 这个mask我刚刚告诉你们了 它没有意义 它就是一个数字1对不对 在这里啊 行它没有关系 那我想知道的还有一个东西是谁啊 是k.obj 这个东西是什么 这个东西是什么 咱们刚才拿了k里边的东西 其实这个东西 看着我现在把东西都删了 给你们看了 这个东西其实本身就 是不是就这两行啊 是不是本身就这两行啊 真正对我们有用的 是不是有一个叫k.date 拿的是你对应的一个 什么呀 是不是函数啊 是不是拿了一个函数啊 这个函数是谁啊 就是你刚才处发的这个sock的 那个对应的 保证定的accept 好吧 你拿了这个accept 你现在是不是应该想执行它呀 想执行它之后 里面是不是得放一个 放两个参数啊 mask不用管一下啊 就看第一个参数 刚才k.date 本身是函数名字 对不对 现在还有个k.obj 这是一个什么东西 这就是sock的对象 是哪一个sock的对象 是哪一个sock的对象啊 是哪一个sock的对象啊 这个大家不知道的话 大家来看啊 我先问你们这个sock是什么 这个sock是不咱们自己的呀 好啊 你们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有一点混 你现在我问你们刚才说是 刚才你们说这个这个东西是什么 是客户端的是不是啊 我问大家你客户端是不相当于就是咱们说那个con啊 那个con我问你你现在接收了吗 没有 没有 你现在接收了吗 你现在什么都没有接收 没有 没有 你什么时候通过sock.accept 你是不是才能把它接收过来呀 理解这个意思吗 你现在传进去的只是什么呀 只是你活动的这个sock对象 他不一定到现在我问你咱们第一次出发的时候是谁 是哪一个是哪一个文件描述服有出动啊 肯定就一个肯定是他有反应了对不对啊 对不对啊 对对对 你们对比了咱们之前讲那个select 是不是他有反应了 他有反应了之后 他对应的是不是就可以提出来对应的这个绑定的accept了 你把那些obset执行没问题 得给他传参数 这个参数传的是谁啊 传的就是牛饭饮的这个文件描述服 所以是谁 这k.fileupj是谁啊 就是你自己在这创建的这个sock ok吗 嗯 能明白不 咱们再走一遍一会儿你们就能看清楚了啊 他是这样 他走完这一部分是不是就对应去执行谁了 是不是直行accept了 直行accept了 直行accept了 我看accept做什么事情了 是不是在这里有一个 接受了一个sock 一个mask mask没有用啊 我主要要这个sock 大家看这个sock我干什么事情了 是不是在这里进行accept accept呢 是不是拿到con跟addr 显示一下之后 是不是给他设成一个非阻塞 大家来看 他在这里紧接着又做了一件什么事情 是不是又进行了一个注册啊 诶 大家看这个是不是又把con注册过来了 诶这个很像咱们自己写的什么呀 还记得昨天我写input.appendcon呢 是不是我还得把它加个重新加到我监听的那个列表里面去啊 我当时是放到一个监听列表里面去 他是不是作为通过register进行一个注册绑定啊 是不是现在相对于把你的con跟哪一个函数进行这个绑定啊 是不是read函数啊 你con只要一旦被触发了 跟他有关系的函数是不是就是这个read呀 能明白吗 好到现在为止 accept执行完了之后 我们看谁执行的accept 是不是就这一句话 对 他执行完了之后 程序完 开始往哪里走 是不是还去回去啊 这是不是一个wile循环啊 对 是一个wile循环吧 把这个扔上面啊 既然是一个wile循环 我们来继续玩一看 现在又处一个什么状态 又处一个监听的状态 这时候监听我问你们 他监听的文件描述符有几个 有几个文件描述符现在 是不是有两个文件描述符了 两个文件描述符 一个咱们sock 一个con 现在他重新监听 你这两个无论是有反应 我是不是都会做出一个相应的函数执行啊 好 现在如果又有一个人连接过来了 你这个时候 你监听到这个event里面取到这个event里面 就是通过这种形式啊 这种形式我跟你说 你们就固定了 你都不用改 总之他是不是拿到这个k.dat 又是你要执行的这个函数啊 是哪一个函数 是不还是accepts啊 还是accepts 是不是又又加进来一个新的用户的COA 相当于你现在是不是绑定了三个了 对不对 又进来一个已经是不是绑定了三个 两个用户一个自己的 对不对 然后这里执行完了之后 是不是又回去监听 好 这一次监听的是 时候 没有新的用户来了 而是里面这个里面用户里面 给我传了一个数据 可不可以啊 可以 他这里面能不能给我传一个数据过来 send一个数据行不行 比如说什么呀 sk.send 行不行 他这里给你send一个数据过来之后 你能不能检测到 能不能监听到 这个时候我问你 他再监听 监听出来的是谁有变化了 是你的CON有变化了 OK 大家来看啊 我的CON有变化 那这个时候我问大家 这个k.data等于什么了 k.data等于什么了 k.data等于什么了 你看它绑定的是哪一个函数 不是不是 con绑定的是谁啊 对应的是一个叫read的函数啊 对 你这里有反应了之后 我从里面取出来的这个 我这个k.data就是read了 因为你绑定的就是read 对不对 你拿的这个read 是不是就可以执行read了 好 那这个k.fileobj是什么了 con 还是sock吗 不是 不是sock了 你是谁 你这一次进来的时候 是不是监听到的这个文件描述符只是con啊 所以这时候你放的这个k.obj 这个fileobj就是con 那这个时候咱们是不是得看一下read的方法了 read的方法是不是拿到一个叫con的一个参数啊 拿到参数之后大家看它是不是就可以进行一个resale 然后再干嘛呢 这是如果接收到了数据之后 是不是再给人家返回一个数据啊 如果没有接收到数据 是不是直接关闭 然后做一个解除啊 昨天是不是有同学问我说 如果他那边断了怎么办 如果你那边断了 相当于是不是发过来一个空啊 你发过来一个空的话 我是不是应该把这个 如果是咱们昨天自己讲的 是不是应该把那个列表里面那一项给清除掉 你对于这个con是不是这个链接已经没有了 你给他是不是给他删掉就行了 但是对于咱们现在而言 是不是你给他做一个解除就行了 之前咱们是绑定 现在给他做一个 之前是注册 你现在是不是给他解注册就行了 他们两个是不是就没有任何关系了 你的这个文件 你现在再监听对象里面还有这个con吗 是不是就没有了 所以在这个IELTS就是说另外一条 如果突然就是断了的话 我是不是做这样一个操作 如果没有断肯定是有数据 有数据过来他有发个什么 我是不是再给他发回去就行了 能理解吗大家 能明白吗 咱们来实现一下什么样 我客户端就这么样子了 不是 所有端就是这意思了 我的客户端应该写什么 是不是给他发一个 我用一个 他这是有IEL的循环吗 他是不是在一个循环中啊 我是不是也得放一个循环 可不可以啊 可以 我先发对不对 你看他这瑞的是不是先接收消息啊 所以肯定是我客户端先发消息 我客户端端竟然是先发消息 应该怎么发 是不是我可以 我可不可以让用户来输入一个内容啊 可以 好 input的什么呀 不管什么了 最后你是不是 把这个东西给他发过去啊 转换一下 转换一下对不对 input本身是一个什么呀 是不是自不出啊 点什么呀 incode的吧 然后呢 UTF8 是不是啊 好 鞋子有问题吗 没有 是不是这样就行了 然后接下来该干嘛了 是不是人家对方又给你返回来了 你发送的内容啊 我再做一个接收是不是就行了 发一CV 是不是这样就行 是 接收到的信息是一个Data 把它打印一下是不是就OK了 OK吧 是不是这意思 对 然后再发再收再发再收 是不是这样 是 咱们看一下啊 嗯 这是Data 好 我们先把它再运行起来对吧 我先关掉啊 怎么了 是不是这样启动了 启动 启动 现在它是不是已经开始注册好了第一个文件描述符 也就是soc 和occept的函数啊 对不对 绑定好了之后 咱们来看一下 这是有一个server启动 没问题 接下来是不是在这里监听啊 监听完了之后 它会打印一个events 是不是啊 这 啊 什么 等着监听 这个东西没用啊 咱不看 然后 是不是就这意思啊 好 那我现在来连接 我做一个连接之后 是不是等待我输入消息呢 等待我输入消息 它这里是不是接收到了一个什么什么什么 这个是在哪里答应的 大家来看 它在这里监听到了之后 这个events是不是就有值了 监测到的你的信息拿到了 是一个列表 也有两部分组成 一个k一个mask mask对我们没有意义 我们只想要这个里面的第一个元素 对不对 这个元素key里面 是不是有个叫data的一个属性 对 它拿到的是不是你绑定的函数啊 还有一个叫key.fileopj 它拿到的是什么呀 是不是你此次监听的对象啊 是不是我现在用去执行这个函数 把这个监听的对象作为一个参数 放进去啊 好 现在对应去执行谁啊 是不是去执行 accept accept 你是不是就把你此次 这个用户接收过来了 接收过来之后 我拿到了cone跟addr 是不是打印了一下 刚才咱们看到这一条啊 接收到的是哪一个文件描述符 然后对应cone跟addr 对不对 设程非注册之后 是不是又进行了一个什么呀 注册呀 此时 是不是把cone跟rad又注册起来 注册起来之后 现在程序回去了吧 因为你accept是不是执行完了 accept执行完了之后 这一句执行完了 是不是又回来重新监听 现在重新监听的时候 有两个对象 一个是你的soc 一个是cone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好 那到现在为止 咱们是应该可以发消息了 你要现在再开一个 肯定是又重新 是不是又 咱们再开一个吧 再开一个是不是又 又有一个过去了 是不是又重新接收了一个 他现在是不是接收了两个了 OK 接收了两个 我们来 大家看 接收的两个目标地址 是不是都是他呀 你看他们自己 他们自己的这个 客户端的这个 端口是不是就不一样了 对 相当于你刚才开的第一个是49819 一个是49828 对不对 好 总之是两个客户端了 两个客户端接收过来 他是不是又处于一个新的监听状态了 现在他有几个文件描述服在监听 有几个 现在有几个文 他这 现在此时此刻他在监听这几个文件描述服 三个 几个呀 三个 是不是三个呀 对 除了你 这两个客户端 是不是还有自己的一个SOC 是不是用三个呀 OK 这个时候咱不让SOC变了 咱让谁变了 咱是不是在这里可以发一个消息了 好 我问你我在这里写一个哈喽 是吧 哈喽 这个时候我发过去之后 大家告诉我 我一旦发过去之后 他在这里有没有响应 谁发生了响应 第几个CON发生了响应 你现在监听的是什么呀 第一个是不是有一个叫SOC的东西 还有一个什么呀 有一个CON 是不是还有一个CON 有同学说这不两个CON了吗 这两个CON一样吗 你放到CON里面的是不是类似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对象啊 你这个对象跟第二个对象一样吧 肯定不一样 端口号是不是不一样的 对 这里只是它是不是一个变量了就是 所以我问你们现在是第几个有变化 给你们加什么 CON一CON二 第几个有变化 是不是CON一有变化了 CON一有变化 大家来去看它是不是继续往下走 继续往下走 这个时候跟CON一相关的这个KJD是多少了 是不是你绑定的那个RAID函数了 callback拿到的是不是就是RAID OK 现在是不是就执行这个RAID函数 里面放的是什么 是不是这次有响应的这个内容 响应的这个文件描述处啊 是谁 是不是就是这个CON一啊 好 它现在相当于是不是去执行RAID函数呢 RAID函数拿到CON进行一个什么了 是不是resale 是不是就把你刚才发过来的这个hello1 就接收到了 接收到了你 易付走不走 接收到值没有 接收到了值是不是就 这不 这不 这这这这什么样的打印 这些 CON啊什么意思 不知道 不管它什么意思 它肯定会执行它对不对 执行它完了是不是又给咱们的客户端发了一条消息 给客户端CON发了一条消息 我的客户端在这里能不能接收到 能接收到是不是就打印就行了 对 来看一下 OK吗 你说我这个能不能呢 能不能 发个UUU 可不可以啊 可以 是不是也是一个并发的状况 能明白吗 OK 这就是咱们这个select模块 你们说简单不简单 不简单是吧 我告诉你 你现在咱们看着好像没有咱们昨天自己用select点select写起来简单 是不是 我告诉你啊 我告诉你这个 那是因为你昨天写的那个功能太简单了 知道吧 你昨天写那个select点select你就完成了一件事 大家交互 你说一句话我说一句话 你是不是就完成这样一件事情啊 但是你这个功能一旦多起来 比如说今天咱们要给你们留的那个作业 你们可以尝试用select点select就是顶层的去写啊 没关系 你们要觉得那个好用 你们可以用它写 你写完了之后 你再对比着 你看你用这个模块去写 你们看哪个方面 能明白吗 能懂我意思吗大家 OK 就是说 我现在把它断了 你说行不行 试试行不行 我把它断了的话 看上 我现在把它断了的话 其实也是给它发 不对不对 它这个不一样 这个应该是放在那个什么里面去 这应该是放在那个 它是这样 这个断了肯定不行 看上 断了试试 你看 是不是不行啊 这个为什么不行呢 因为它给的这个代码 它给的这个代码是这个意思 你看 它断了的话 它是不是if data 然后else 它是默认 如果你断了的话 这边是不是要是空的时候走这一部分 但是你在 你在 你在那个 Windows这儿 它是为空吗 是不是在Linux下 才是这种空的状态 对 所以你要想 你应该怎么做呀 是不是加异常 怎么加 嗯 我想想啊 不应该在接收这儿加异常吗 不应该在这儿加异常吗 对不对啊 如果正常接收 啥事没有 对不对啊 如果不正常了 是不是在这儿加异常啊 不应该在这儿加异常吗 Except Except 不管什么了 嗯 然后咱们 让它干嘛呀 不应该这样吗 不应该把这个东西放这儿来吗 是不是 这个放哪 放到这个里边就行了 是不是这个意思 加什么判断 你要是Windows情况下 那你就没有写 没有必要写If Not Data了 对对对对 如果你说说Linux跟Windows 你要同时兼容 你是不是就得写了 对 能明白这个意思吧 嗯 再加异常 加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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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我写 我写啊 if什么 if not data if not data if not data 这代码不是重复吗 嗯 哦 这里是不是给它raise一下 你发一个错误是不是就行了 对吧 这样行吗 对 这样是不是就行了 OKOK啊 咱们再试一下啊 再试一把啊 这就没什么了啊 嗯 开启它 然后再开启它 对不对 然后说一句话 回来 是不是没问题啊 再开启一个 然后 然后把它关了行不行啊 可以 这边 是不是没问题啊 这边说话有问题吗 还 是不是没问题啊 OK吧大家 对 你把它关了之后 是不是就相当于解除了这个关系 你现在重新再回去监听的对象里面 是不是就少了你断开的这个CONE 是不是就他俩了 你影响其他人吗 是不是不影响 嗯 能明白吗 OK 这就是咱们C两个层膜破 好了 很好 好了 好了